而宜蘭縣即將在明年10月要承辦全國運動會 因此縣長希望全縣的民眾已辦喜事的心情 來迎接各縣市的選手 現在除了會加強各場地的軟硬體設施之外 也透過今年的縣賽來選拔優秀的選手 同時也針對重點獨標的項目來加強訓練 虧為20多年沒有承辦全運會的宜蘭縣政府 非常重視明年的賽事 不但組成籌備委員會 而且積極爭取各項場地的整修 希望帶給所有選手最好的比賽環境 同時招募志工來提升服務品質 尤其希望12鄉鎮都能多多辦理相關的體育賽事 促進全民運動風氣 所以在那10月份我們來做共同的主人 我們過去都用政客人辦喜事的方式 我們可以在最終時來辦最有意義的活動 要影響這個情勢 所以國強頂持工作 我們也要在每一個主要的道路 每一個社區都可以做整體的立法 同時我們在主要的項目 比賽的行動 甚至四項的主項目的附近 我也希望我們除了有學校的工作動員 我們也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志工朋友 尤其我們藝人館有100多月的丹羊 都要利用這個機會 當作來做外觀區選手的這個活務 最快要緊的是我們在每年這個運動會進行 我們來提升我們藝人館的專民運動風氣 我希望每一位國強頂持 每一個丹羊都可以鋪片來辦理運動 促進大家運動風氣和健康 我想這才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另外縣府除了針對優勢的奪牌項目 積極協助也會輔導其他項目的運動選手 爭取更好成績 在全中運你這一次拿幾個項目拿下幾個項目 兩個項目 高女的1500公尺跟5000公尺 成績都創個人最佳紀錄 明年的全運會你會回來參加 會會 希望可以為宜蘭縣拿下獎牌 鎖定幾個我們容易比較有優勢可以取牌 包括體操 划船 國術 所以這幾個項目大概除了是其他有比較優秀的選手 還在重點培訓之外 這幾個項目也列為優先的項目 期待今年縣運的選手能夠創下更好成績 為明年的全運會奠定基礎 讓做主人的宜蘭縣更加光彩 宜蘭新聞記者 蔣麗麟採訪不達